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艺术身份焦虑不移 他是艺术吗 人们很清楚地说他不是艺术 摄影界不断的挣扎 好像挣扎有时候有效果有时候也没太有效果 至少这个美术界普遍瞧不上摄影界 摄影界普遍的内心仰望的艺术界是真的 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 当然了第三个摄影师摸索了我就不用讲 大家就知道了 因为人们不能相信 一下镜头我们看到的眼睛的东西就可以留下来了 其实你想想看 这是个奇迹啊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时间的世界 什么意思 就是每一训练在过去的 对不对 我们的眼睛是个知觉运动的眼睛 我们看到的物像每一分钟每一分钟在过去 在没有静止的连带或者静止不普及的连带 不要说摄影了 人们对于自己的衰老的面向不着急的 留下来就不着急了吗 今天焦虑啊 摄影强化了这一条啊 强化了这一条啊 以至于我们整天出现一种摄影的图片娱乐 就是哎呀林青霞20岁多么漂亮啊 哎呀今天60岁了 然后整天搞树桩啊 这个树桩那个树桩 再没了明星一树桩 哎呀 没有我英语没有我漂亮的 摄影 摄影 摄影如果准确的定义 摄影就是时间的切片 这个切片到什么程度呢 今天我们的快门是一万分之一秒 什么意思啊 一秒可以切成一万分呢 嗯嗯 我们八百分之一秒 到一千分之一秒 就可以把运动中的子弹固定下来 嗯嗯 焦虑的台 对不对 对 今天不只一万分之一秒啊 那么再一秒都好 它就切片 所以我提醒大家 可以回顾一个古希腊哲学的著名 的悖论 这个悖论叫什么 叫知诺悖论 知诺悖论什么意思啊 知诺之见嘛 嗯嗯 知诺之死嘛 是吧 这个见 有还是没有啊 知诺说 如果说我们强调的这个见是存在的 那意味着见识不动呢 因为它在每一个瞬间存在 嗯 就像乌龟 就像兔子群像跑不过乌龟一样 因为每一个空间 他们总要有一个距离啊 这个距离就有无限无限 就他还是 从事实上来讲 他就跑不过 兔子 还乌龟 这个兔子跑不过乌龟 只他只能无限接近啊 嗯嗯嗯嗯 那个知诺之见也是这样的 如果见存在 见是不动的 因为他的每一个瞬间 这切片嘛 如果我们说见是动的 那就意味着见不存在 过去 这是个悖论啊 都都存在 但是我现在我现在才发现 这个不是悖论 这是事实啊 嗯 当我们说见存在 等于我们讨论是摄影 摄影是切片的 对不对 摄影这个切片也很可怕 把历史的一个瞬间留下来了 嗯嗯嗯嗯 人类从此有了一部图像史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图像史一拍 它就不 其实它不存在了 而且而且 它不存在 定义了这个决定性的瞬间 决定性的瞬间就这个意思 摄影就是瞬间的切片 嗯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对于摄影来讲 它是要凝固时间的工具啊 嗯嗯 这个是 大家不知道意思了没有 这是个非常惊人的事实 我们人的眼睛看到这个不断流变的 处在一个永恒无止的时间的 这个状态 居然给摄影一片一片切下来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摄影就是魔术 这个我不用讨论了 所以摄影是科学 摄影是艺术 摄影是魔术 一开始摄影出现这个争论 到今天这个争论还存不存在 其实一直存在 它以各种各样奇怪的方式在延续 以各种各样奇怪的方式在延续 而且不仅延续在理论上 还延续在实践中 那么这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造成摄影出现的诞生之后 起码半个世纪 摄影界的人都很郁闷 其实他们忘了 画画界的郁闷 某种意义上我们直观的解释 如果没有摄影的出现 怎么会有抽象主义呢 对对对 怎么会有现实态呢 对对我一直 写到那个程度 你们自己回去看一下 19世纪的学院派 你们法国的杰洛姆 英国的劳德斯 对 这些现在都不上艺术史的 这不上艺术史 上艺术史 发展开幕 在可怜的 大大的工作室 免费给他们展览 题目叫 《无名画家版画家协会展览》 1874年国家煞龙的主席是谁啊 法国 杰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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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洛姆是法国当时的英雄啊 他每一张画都成为世界了 都在里无传了 今天谁记得 没有谁记得 除非你搞艺术史 是吧 搞艺术也是贬他多 这是个 这是艺术史里面很少有的现象 这法国老好奇怪 就翻转 撤得干掉了 然后我们今天以为19世纪的印象派 就莫奈 这都是疯子街边流浪汉 没有钱的人 当年没有任何地位 而且凡高很晚很晚才被重新发掘出来 对啊 凡高是死的 以后才被发现 对了 以至于我们相信一个神话 艺术家叫 《死后才能成名》 当然毕章所打破了这个神话 是吧 这个 背后就是摄影 所以摄影界不用太自卑了 艺术界更可怕 艺术界着急啊 所以达达罗斯说 会话死的 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开玩笑的 呃 以前那妈的以前你家里有钱 以前你有钱 你才能够估得起一个画家 又有钱 可以估起一个名画家画自己的肖像 对不对 对 摄影发明以后 慢慢发现普通人也可以来拍张照片吧 嗯 以至于在达改版流行的时候 还流行一种装饰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了 就是很多女性的一种小小的盒子 大概这么小的一个银河很漂亮的 打开一看是他的照片 因为达改版的照片很小张的 不是很大 不要不要以为他他不大 他是小 而且他就一个版 他是金属版的 他不是正副片 然后很多贵 很多有地位的妇女 就用这个小盒子装的照片 见面的时候打开 你不要看我的脸 我的脸不行了 你看我照片拍的多好 身份证最早就开始 你们相信 照片的照片 不相信肉身的人脸 嗯 是吧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 其实摄影 无论如何 都是人类视觉史上的重大事件 这个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估都不过分 所以我又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1839年就是个分解性 嗯 之前 人类视觉是一个手工绘制 创造 创作和完成的阶段 嗯 之后我们有了一部观看的机器 和一套辅置的生产流程 如果我们来定义图像 因为这个词比较麻烦 中文和外文并不对应啊 Imagination Icon Titch 图像 混乱 所以我自己先定义 我这里说的图像 指的是通过一部机器观看 和化学生产流程辅置的那个图片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图像 嗯 一旦我们定义了这个图像以后 那么1839年之前呢 叫前图像时代 嗯 这是我那个定义 前图像时代 这样的话 人类视觉史就1839年画界 分成前图像和图像时代 嗯 那么摄影出现以后 刚刚所说的 绘画界的恐慌 以日俱增 导致个什么结果呢 如果我们这里要介入 马克思韦伯的一个 关于魔术花园的一个观点的话 人类的视觉进入图像时代之后 它呈现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图像的神秘性在下降 嗯 以前我们说一个伟大的画家 掌握着栩栩如生的美妙技法 维大师开支画的那个 伊诺森驾黄 试着经过马上低头不语 搞了半句 噢那是画 也就是说 栩栩如争到逼争 这是个 这是个 夸奖一个艺术家的最好的战士 对 是吧 对 但是 今天 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你干嘛还要学手绘呢 嗯 我拍个照片 然后用个软件处理一下 这次是水彩了 更许许无所 再搞个软件 伦伯朗的风格效果 啪我后来发现我搞出到伦伯朗来了 搞个维密尔也可以了 弄个中国山水画的方式也可以 没问题了 勾个线 还比你勾得好呢 干嘛要画画 手艺成了炫耀 就是说 小龙 我这个手上功夫多厉害 然后你说 哎呀你太厉害了 不过没用 以前炫耀 现在你炫什么耀 我照片一拍 啪一处理 完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人类进入图像时代之后 图像 刚刚我说过 马克思韦伯的观点 图像就从一个奇特的魔术花园 慢慢移出来 魔术花园的意思 因为马克思韦伯一个基本看法就是 人类远古文化就是一个魔术花园 所以就出了图腾了 出现神话传说 是吧 出现那个远古英雄啊 出现铝窝捕天啊 那个是皇帝 哇皇帝找到那个稀奇古怪的 大家发现没有 神秘性在下降 而马克思韦伯说 这是常识 这是对的 人类主要常识 很多 曾经被魔术化的东西 叫挪移出来变成常识 他的神秘性在消失 制图 今天不成为一个问题了 人类用机器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 我在年轻的时候 八十年代出中国 电视还很少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想象 今天我们可以视频对话呢 我们怎么能想象我们的手机 有三万张底片呢 八十年代刚刚有电脑的时候 下载一张图片 痛苦啊 好了下载好了 一按 因为他下载八个小时 睡下吧 越来越起来 完了干嘛 死机了 重新来过吧 今天我们得了一种屏幕焦虑症 一秒钟都不能等呢 还不快 快点下来 再快也有时间了嘛 这个图像的神秘性在下 所以1839年 人类的视觉史就 分道仰彪的跟过去 嗯哼 图像的神秘性在下降 或许图像的工具越来越发达 这符合传播学的一个基本观点 传播学什么观点呢 我们的载体 我们的载体 所有手机啊屏幕啊电脑啊 通过互联网 我们的载体 成本越来越低 效率越来越高 而且 掌握载体的学习程度越来越低 嗯 这是到了零学习的程度 对 所以我们的手机机 从好不容易存一张照片 到现在上万十几万 有人的手机内存很大 一查几十万张照片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照片 到这个程度 头像还有什么神秘性可言呢 这都是摄影造成的 全部这些结果都要归咎于达加尔 1839年 归咎于英国塔伯特 其实还有一个法国人 巴尔尔 他也是摄影发明者 其实是三个人 这个进程 我们今天才意识到他多么的强烈 所以摄影界也不用自卑 也不用自卑啊 摄影能摸索在其作用 但是 但是 但是当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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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被称为摄影家的人 拿起相机 和一个被称为花家的人 拿起油画皮 那个拿相机的人 就是自卑一点 到现在还是这样的 基本上还是这样的 这有什么好自卑呢 我看来人不断写声 写声写声写声 哎呀 今天图像的魅力 已经彻底的下滑了 今天出现的是图像现实 是让我们不可思议的现实 但是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 都是摄影造成的 所以摄影技术 是一个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个发明 特别在这个新闻界 是吧 计时记录这个作用 这个当然开始是这样 开始是这样 但今天不是 今天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 非常简单的事实 影像 我说的是摄影到视频 到影像 所以董称文影像 是所有联齐人的基本摆大工具 这个是事实 这个跟你是艺术家不相当 没有关系的 而这个事实是1839年造成的 但是 但是 当我们离开这一条 回到摄影的本身 我们的确发现 摄影界 从1839年到今天 一直在为自己的艺术身份 在挣扎 挣扎 挣扎 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 尝试改变这个问题是谁呢 就是二战以前的著名的文化批评学者 本亚明 本亚明可以说是 可能是第一个 我没减少过全部资料 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 摄影是非同寻常的一种存在 他通过对于法国的一个 今天我们认为是著名的摄影家 当年就这个干活的人 阿杰 所拍了巴黎 敢看了这一点 巴黎 在 19世纪 20世纪初 19世纪末还是什么 19世纪下半夜 要搞拆迁 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一样 巴黎要搞拆迁 大财大贱 但是他自然还做了个事情 就当时巴黎 法国政府觉得 这个巴黎 旧巴黎太可爱了 还是要留下一些记录 所以就委托这个 叫阿杰的人拍旧巴黎 拍完以后就拆了 留下证据 但是这个阿杰呢 借着这个活 政府的活有钱赚 大家就要好好拍了 但是阿杰在拍这个 建筑的同时呢 他利用这个机会呢 他还拍了很多什么呢 很多局部 残旧的建筑的那种 废墟一样的表层质感的那种 物像 他拍了很多 拍了很多局部 拍了很多生活的东西 就好像跟这个 保留旧巴黎的这个建筑 好像没太大关系 就是因为阿杰的这个举动 就让本亚 本亚明意识到图像的 非同寻常的作用 因为他留下了一段 逝去的时光 因为他终于是自己 获得了价值 本亚明还用了一个 词这个词的中文翻译 究竟怎么还更准确 我不知道叫灵光吗 灵溪吗 是吧 就是说他有一种 这样的一种效果 那本亚明的这个含义 这个呼吁 这个对于不要轻视摄影的 社会着用和历史着用的 这种想法 要是二战以后才被扩大 二战以后才被扩大 那扩大了 就开始出现 我觉得二战以后的 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就是开始出现了一批 以摄影为媒介的艺术家 严格来讲 他们并不是狭义的摄影家 他们是以摄影为媒介的艺术家 他们不是按照传统的 或者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理解的 新闻摄影 报道摄影 抓拍摄影 什么决定性讯件摄影 什么摄影 什么摄影 相机或者拍摄只是他们的一个工具 是吧 纽约的佛孔 是吧 纽约的佛孔 是吧 是吧 这些 就开始他们开始意识到 摄影家不再是抓拍训间 他们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工具 来做更大大范围的事情 他们严格来讲 做图像艺术家 摄影师他们的一个媒介 辛迪雪曼 对不对 武德曼 对不对 包括 刚刚在 画廊做的这个 舅舅 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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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 我们不能把舅舅说成是摄影家 他就是艺术家 也就是说 这些人的努力 在彻底的 或者越来越彻底的 改变一个传统的偏见 这个偏见就是所谓的摄影家 拿起相机来工作叫摄影家 摄影师他们的一个工具 一个媒体 一个载体 你去跟杰弗沃说 你这个摄影家 我想你这个摄影家 他一定 我想他内心可能 如果他不反驳 也可能有点不高兴吧 是吧 对 因为 因为他们整个创作过程 和创作行为 和创作结果 已经不能用简单的 拿起相机 对一个对象 咔嚓一拍 来解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谓这个艺术战士说 他在拍照之前 他要做很长的准备 主题的寻找提炼 场面的布置 对不对 对对 然后拍的时候还要大相机 还要质感 还要等等等等等等 出来以后 我们认为是摄影 的确也是摄影效果 他已经远远超出了 我们传统所以为的那种 狭义的摄影家的概念 就是拿起相机 对着什么 也就是说 传统的摄影家 他们在寻找对象 但是对一些图像艺术家 摄影师他们的一个创作的 是他们一个创作的工具 是一个表达的媒介 就是在在线那个图像的一个媒介 对 就他们不再去所谓 寻找什么决定性的瞬间 这样的一个愚蠢的 135小相机的概念 嗯 就我们所以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 研究比如说像 周福沃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我们对他就有更深入的了解 他的照片只是一个结果 嗯 为什么这样拍 这个所拍的景观 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何刺激他 又如何的摆出来 又如何的寻找 对不对 对对对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 过去我们谈论摄影 狭义的摄影家或者摄影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 谈论的方式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决定性的瞬间 嗯嗯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摄影家的灵敏 的确在非电子相机时代 那特别是没有电子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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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电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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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爆光的这种辅助像 一个完全机械性的小相机 而又拍出一个瞬间祭祀的场面 而又拍出相当的清晰度 很考人 嗯 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说的摄影家很像一个猎人 布列宗就认为自己是城市的猎人 嗯 这是这是布列宗说的 那可不可以说 就是像 这种他在利用人们 对这个 决定性瞬间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在上面 其实进行一种就是反向的一种 一种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角度 这是一个角度 就是说他最后的成品让我们觉得这是摄影 对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甚至认为 他们伪装成摄影 对 对一般人来讲 哦这是摄影 所以我们才做去服务摄影家 那我为什么一直不强的不是呢 他是一个这个过程必须让 综合考虑 因为他复杂度提 远远提升 对 远远提升 我们通过他的结果 我们可以回溯他的过去 他的创作的过程 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回溯他的创作过程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 他才能达成他的目标 就是说他在这个所谓的摄影当中 传到的信息是超出这个照片表面的内容 对对对 这样的话就导致观众在看照片的时候 要有更深的知识背景哦 或者更深入的了解哦 对对因为他是读艺术史出身的嘛 他的本科到硕士 甚至在伦敦读的博士也是艺术史 所以他本身对于研究古典绘画 就好像一个侦探一样的嘛 所以我觉得他在他的这个创作的这个时候 他等于也是同样用这种方法 就对付看他的观众 希望观众去发现他的里面 所隐藏的很多东西 很多机关在里面 这是我认为这是图像艺术家的魅力 他让一般人觉得一般 对对 他让内行的人觉得 可怕要生动 对对对对 是吧 但是他伪造了一个摄影的假象 而且他用的就是摄影的工具 但是他们对传统图像的构成非常熟悉 的情况下 他们其实用这么一种工具 来传达他们的研究 或者他们的想法 子俩 偶尽 也许 我